教学和歌唱影片 等段时间吸引上万人点阅 却也引发争议 不少民众认为小孩子做大人的事情不妥 而这三名小学生则是强调 他们有梦想就敢去追 现在第一样就是要先涂化妆水 你没看错 连小朋友也和部落客一样 在镜头前交妆前保养 怎么化唇妆和腮红 这是最近在网络爆红的三名国小学生 不只在脸书开启粉丝专页 更想挑战出专辑 小女生演唱提笔的小幸运 展现替星星 更强调已经请到专业设计时 强烈的明镜梦想 也引起不少网友和民众关注 不妥不妥 我觉得小孩子应该有她的成真一面吗 可以注重每个人的想法 如果她真的有兴趣 搞不好她也会可以成为艺人之类的 虽然小女孩们在一戏之间爆红 短短几个礼拜 吸引上万的按赞数和点阅率 但批评声浪也不少 我想用这样的一个关心的心态 会比直接去批评 不管她们的行为 或者是想红的心态 或者是抱状的提交会来得好 现实强调的民众在网络留言 对于小孩更要谨慎 否则会导致他们自信心低落 甚至未来会惧怕网络 三个小女孩通过网络管道 交化妆 想让更多人认识她们 算达到目的 却因此引发热议 接着她不倒 那我呢 我呢 她们的女孩 想让她们订识她们 是不受娅将的男孩